酒醉念佛,水鬼晕退 某一条河流的水面上 有一间间木板搭建的房子 有天夜里 一个工人正在窗下编烛器 无意间传来诡异的声音 他瞪大眼睛听着 那是两个水鬼 一个高兴的对另一个说 明天下午我就有替身了 终于可以走了 果然第二天午后 有个喝得醉醺醺的人 挑了空担子来到河边上 他放下担子 微微倒倒的蹲下来 捧起水要喝 眼看着有个力量 拽住他插电掉河里去 正在上风房里编烛器的工人 看到这一幕 简直要吓坏了 可是 怎么回事 这没死啊 一声心变的就走了 工人很好奇 晚上又坐到窗边 说起耳朵 仔细听着 一个鬼 无奈的说 我几乎把他拖下水了 哪知道 他说 阿弥陀佛 水真好喝 把我弹出 两三丈外 然后 他一边喝水 又念了好几身佛 吓得我眼貌惊心 根本就动弹不得 念佛最能消除灾难 有事没事都应该念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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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